今天要買一隻龍蝦回來煮這個東西 拿整塊CAMMANBELL上去 這件事是多獨特的 這個絕對是我自己喜歡的衣麵 嘩 它不斷動 我很害怕 大家好 我是Andy Darker 今天要買一隻龍蝦回來煮這個食物 我不是對你們很好嗎 今天為什麼要做這個自己版的芝士龍蝦衣麵 就是我發現自己很想吃的東西 根本在外面不會吃到 因為芝士龍蝦衣麵你會在酒樓中餐廳吃到 但我又覺得那些芝士味很假 所以我又自己喜歡放一些很特別的芝士 這個是在外面不會有可能吃到的時候 不是淺的問題 是沒有這樣的混合 所以最後還是要靠自己 我今天想用CAMMANBELL的芝士 去做這個芝士龍蝦衣麵 沒辦法 要自己煮才有得吃 哇 它不斷動 我很害怕 這次都是買了一些澳洲龍蝦 這個種的龍蝦 英文就是Rock Lobster 其實它是沒有那個鉗的 有鉗的就是波士頓龍蝦 這隻我自己就覺得它比較多肉 相對地波士頓的肉就比較甜 所以看你自己喜歡吃哪一款去做這個菜式 其實都可以的 我們第一步就真的要把這隻龍蝦打開 如果大家不太想看這個畫面 可以去到這個秒數跳到後面 這隻龍蝦幾個小時前買的時候 一上水是真的很生猛的 但我一直保留在雪櫃 確實如果是一個比較冷的水溫 它是會有一點半迷糊的狀態 在一個這樣的環境 去處理它對它來說已經是最好的 總之就乾手正腳 就不要亂來 不要自己真的在這裡當作玩 總之respect食材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件事 記得要戴手套或多拿一兩條毛巾 因為確實它是Rock Lobster 它的殼是很粗糙的 假如你真的買了一隻很新鮮的回來 或者它突然醒來的時候 是這樣做 很容易會割到皮膚會爆光 記得拿一個 按住它 甚至你如果覺得好像見到它不太好 就直接遮蓋它 好 第一件事 反轉它 你看看 那龍蝦其實最有力就是它的尾 就是整個身 所以如果你按住 不是按它的尾 你可能放一隻手在前面 它待會尾一夾下來 這些很尖很利的位置 就可能已經進入了肉 所以通常我跟大家說 你如果要做所謂放尿的動作 你按就不要按上面 你真的按住它的尾 它用力 理論上也不會比你大力 第二件事 就是所謂放尿這件事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龍蝦沒有真的尿 我們所謂流出來的透明色的東西 其實是它的血 甚至那些龍蝦血 碰到空氣之後 開始就變成啫喱的狀態 所以如果有人說 那隻龍蝦有什麼壓味 是不是沒有放尿 其實這個說法是絕對不正確的 只不過因為那些龍蝦不新鮮 開始它的肉質開始變壞才會有那些味 如果你覺得要做這個動作 才是安心的 其實要做龍蝦的味道 有一個洞洞在這裡 就把筷子快狠盡放進洞洞裡 因為龍蝦通常有點掙扎 直接一拉出來 有時你會連著腸已經拉出來 通常去到這個位置 因為它已經沒有什麼反應 我就會在這裡沖一下它的身體 習慣永遠有一個毛巾才能觸碰它 那你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不會弄傷自己 而通常下刀的第一刀 要在頭上放到這把刀 撿這把刀出來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頭的殼 跟它的身體脫掉 同時另外那邊也是 在這個位置 我就可以很輕易把頭 拉住它 按住它身體 我就可以把頭先拔掉 如果想弄到自己的手 我通常會先剪掉它的竹鬚 裡面有它的內臟黃色 其實就等於它的肝臟胰臟 我通常煮汁都會用它 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規則 其實好像在美國來說 這塊是他們不會吃的東西 但是很多人自己煮食 煮湯煮汁都會用 平時我自己會在裡面 它有一個連接位置 再剪兩刀 你就可以把裡面的位置 都可以拔出來 回到龍蝦身 在底部我通常會把下面的梳東西 腳很輕易就可以切出來 整條肉就可以很完整地出來了 所以通常如果做龍蝦衣麵 我自己這一塊就不會放進去 因為這裡純粹只有些塞 我就會剪掉它 這一塊我通常會把它切半 它其實沒有肉吃 但我通常會保持在這些位置 譬如如果無故想去熬一些海鮮湯 或者煮一些蝦 想多給一些鮮味 到時就可以拿這些殼出來 再去熬一些湯 另外剛才雖然是說拿了肉出來 但它的頭部也有一些比較硬的纖維 所以這些你都記得切走它 摸下去你看到那些肉 應該是跟整個龍蝦肉 是相近的 那些才是我們會吃的東西 反轉它之後 剛才有說它因為很尖很膩 你都不想你家人或朋友吃到 慘到 所以那些尖的位置 我都會不斷披走它 還有那些腳這些板也會剪掉 我想說你有沒有聽過 不知道是越南還是什麼 它們是會喝龍蝦血的 剛才就是放尿 它們放尿是會用碗去裝起它 生飲還是熬? 然後它會等它變成啫喱之後 然後混合那些香草 我不知道檸檬汁啊 那些芫茜啊 那些那些 是不是可以藏陽一些東西 我懷疑它們應該都是有這些想法 然後你喜歡用剪刀也可以 用刀也可以 好 先開一半 好 那分了一半之後 你可以再把它斬成6至8件 那切的時候你自己也會比較快 不要像這樣磨 然後你就會有很多殼 碎殼在旁邊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龍蝦都叫做斬了件 那我們算上頭 我們稍後就會醃一醃 上一上粉 先走油 好 那龍蝦已經在這裡了 現在我們也稍微醃一醃 給它一點點鹽 一點點的黑椒 就這樣撈一撈 那我們醃一醃 同時可以燒熱一點油 切好一點的配料 那今天呢 用這個芝士 是CAMMANBED 即是一個金文筆芝士 其實是法國的北一點的地方 是那個洛曼帝的地方 它出產的芝士 是一個軟芝士 而它附近呢 另外是Brittany的地方 也有出龍蝦 就是法國的藍龍蝦 所以當我每次吃這個芝士龍蝦衣麵 我就會想起這個混合 但是從來呢 外面是沒得吃的 那這些軟芝士 其實你可以整個用都可以的 不用說 只要切走那個表面的不吃 這個東西是可以吃的 但是唯一你摸下去 如果那塊芝士是比較舊一點的 即是這個90度角的邊 可能會硬一點的 你可以輕輕是叫做裁走它 但是如果你的芝士不是很舊的 即是仍然是很新 即是水分很高的 那這個位置你可以不動它都可以 但是這位置是可以吃的 那這些純粹切回小粒去 我們待會會融掉 當作是煮在一個芝士汁上 乾蔥也切小粒 除了乾蔥和今天CAMMAN BANG的芝士之外 我其實覺得這個重點是這個 因為我前兩天煮的青口 它會煮下的那些白酒汁等等 我是留下了 所以我今天就會稍後拿去 當作高湯一起煮醬汁 甚至是用來煮到衣麵 但當然你如果家裡不會煮完 那些蜆草起的那些湯的話 你用回正常 即是你外面買到可能紙盒的雞湯也好 什麼都好 即是這個很高級的 那現在我們的龍蝦可以拿出來 放一點生粉 只包一包著它 就可以拿去走一走油 那我說這麼快 現在都到了大約180度 就可以把我們這些龍蝦放下去炸的了 那因為沾了粉就不用太害怕 它會迫力迫辣 酒油的定義就是真是 令到它表皮鎖住它而已 即是不用炸很久的 大火大概一分鐘左右 就可以把它們夾出來 不要炸太久 那些肉不會縮掉了 還有我們待會煮的汁 都會再收一收進去 好了 又到了下面給你吃的時間了 那我們這次當然要做衣麵 講到衣麵 大家可能會想起 很滑仔 其實衣麵是一個炸過的麵 所以炸上手已經是非常油 那為什麼我們要放在一個滾水裡面 大概半分鐘 即是不太久會軟 飛一飛它的油溢味 還有讓它吸一吸水 這樣放在滾水那裡 時間已經過了10秒 你看它可以鬆散 其實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不是要煮熟它 那就快點關火 你當是幫衣麵沖一個涼 你看到現在那碗水是很油的 那不是因為我炸過龍蝦 射得不乾淨 這個就是麵 我們稍後再會用湯 餵它繼續煮 又到了入直路的時間 我們先開個大火 當然無緣開個小火 我覺得踩行油那一下 炸得太快 先放一顆奶油 順手放一些乾蔥 我其實這個混合很中式和法式 我拿著一顆法式棒 我拿著中式 中餐可能會大火爆香 但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現在是純粹讓它軟身 我們這裡也先給它一點點心機 因為想煮到乾蔥的甜味 然後到這個時刻 我就加入Campenberg的芝士 一直用一個中小火去推溶它 如果你切得越小 它就越融得更均勻 你不要想著整個這樣斜下去 芝士會很快溶 絕對不是的 但不要太心急 開個大火 東西會焦掉了 你幻想Campenberg 就算我們放在焗爐 去焗它 它也不是一個樓質樓到很強的芝士 我都加了一點點的白色芥末 平時中式就不會做這件事 但我自己覺得芝士 如果有一點酸味 是令到它會平衡 看到芝士溶了一大半 我們就可以慢慢慢慢加一些高湯 剛才我已經熬熱了 為何不要一次加進去 因為油水是拌不起來的 所以你要慢慢加 一邊吃下去的汁 你看到一加了那個湯 你一邊攪 無論剛才的牛油 無論芝士的油份 開始就會慢慢融合 但你要一邊攪 那醬汁多稀多稀 就看你自己加多少湯 我現在會煮到它比較稀 因為我還要把它煮一煮龍蝦 之後還要加上麵去吸一吸 如果現在已經是一個超稀的汁 我基本上應該被麵吸一吸 開始開得稀一點 開一個大小的火 希望所有的芝士所有東西都可以融為一體 嘩 好好吃 你明不明白 那些芝士 平時吃那些加工芝士 跟一個真的芝士汁是兩個世界 當然今天我們是偏向要有一點法式的味道 吃下去其實已經很好吃了 芝士也真的很肥 我也知道我想減肥 不過我們多加少許的芝士 這樣令到整件事更豐富 如果以前法國老師應該會罵我 但其實我自己是很喜歡加黑椒 因為法國人煮很多食物 他們不喜歡加黑椒的原因 一來以前黑椒是別的國家的東西 對 二來加進去就像煮焦的東西一樣 我自己是覺得黑椒的味道是香很多 那去到這個moment呢 moment就是把剛才我們的龍蝦回鑊的時間 說真的龍蝦真的兩東西都熟了 回來我覺得是自在煮熱它 一分鐘什麼都夠的 說真的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剛才我們酒有人是撲了少許粉 始終有些粉在表面 現在它好像會黏住那些醬汁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乾蔥已經很夠甜 不過我想用少許中式的影子 將它那個甜味再推多一滴 鹹那樣我也覺得夠 因為確實芝士也有一個很膚的鹹味 一個savory的umami 到這裡我先夾起龍蝦 因為再煮它有縮的 那邊有龍縮的 龍蝦的油可以擠進去 一些橙色的油 真心如果你們是喜歡吃龍蝦湯 是想再有少許辣的熱 想不想有這件事 想不想有少許辣的味道 可以的 你可以 這樣也好 說是遲那是快 這個就是叫Cayenne Pepper 我經常都用的 做龍蝦湯我們都會加少許的 就是要它有喉嚨的辣味 去到這個時刻 知道是什麼嗎 衣麵下來 一下去你可能覺得它已經吸得太多汁 你可以再補一點點我的青厚湯 因為我想最後還有少許湯 給我淋頂 所以我一直現在就跟它的比例 在糾纏 你想想 拿整塊Cayenne Pepper 這件事是多luxury 但我亦都想說 你苗子不是那麼luxury 自己製作 就沒得吃了 這件事 其實真的煮它一分兩分鐘 看到它吸收很多湯 其實已經差不多可以了 攪拌了這麼久 是時候上碟了 這個已經是不知道什麼顏色的芝士龍蝦麵了 但你們現場聞不到 但芝士的香味加上霜霜等等 牛油是沒得算 所以我馬上試一口 這個絕對是我自己喜歡的芝士 其實你用什麼芝士 落到它的質感是很不同的 如果平時那種 因為是一些上湯為主 和那些process過的芝士 是好像很滑 和有一個好像奶香味的感覺 但你吃得出一個很大的對比 這個真芝士真的差很遠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製作這個菜式 其實你可以嘗試用一些不同的芝士 就是你如果真的喜歡有拉絲的感覺 可能真的有一些摩斯萊拉下去也可以 所以我真的有時覺得 食物要自己去製造出來 那個開心、那個幸福 是真的外面是不會找到的 希望這個菜式適合你們看 不算一個很複雜的菜式 但希望這次用一些不同的材料下去 可以給大家多一些inspiration 也希望你們支持一下 訂閱這個頻道 去like這個影片 comment 有什麼問題寫下 去IG、Facebook等等 我們下次再繼續煮好東西吃 拜拜 然後你喜歡的也是 可以用剪刀也可以 哇嚇死我了 我可以 bartex嗎 �illas 我們只餘幾秒而已 好像Logo的 ……你真的是 那 effectivement 這個樣子給他快 Going back 先把面子ordre 加上面 夾麵檔啊 喔嘿